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鬆太的頻道 今天繼續在香港為大家報道新聞和資訊 講一講我們今天在香港的經歷 由於我們從英國回來香港 是有嚴重的時差 所以我跟鬆太昨晚是十點多時睡了 覺得自己已經睡了一整天 然後起床的時候看個鐘 十二點半 很奇怪的感覺 可能太久沒有經歷過 但上次日本也沒有這樣的 沒有 我不知道這次回來時差特別嚴重 那我跟鬆太晚上兩點多時就起了身 眼光亮 兩個互惑 又肚餓 又肚餓 但不敢吃 你知道的啦 已經很肥的啦 還吃宵夜的話搞不定 我真的是臨雪地回英國 沒有人認得我 咦 你不是鬆老的嗎 我怕是這種景象出現 幸好四點鐘就睡了 然後再起床時已經是早上十點 是很奇怪的那種感覺 但是整天早上還是沒力氣 腳遠遠 我可能年紀大了 那十二個小時飛機對我的影響 的確是挺大的 這兩天的天氣是出奇地舒服 短袖也行 薄的長衣也行 冷靜皆宜 不會太過冷也不會太過熱 今天下了少許雨 但下雨的時間我們不在街上 我們不在街上 所以不太影響 也很感謝各位朋友在我上一段影片中 就因為我說有沒有一些地方可以介紹給我們去吃 即是必吃的地方 那我今早起床睡醒 那些留言是多到我錄不及的 我們應該集中一點 我想是有二百至三百個recommendation 是的 那有些更好到是email我也有 pm我也有 是一個大的list 那我計算過如果我要吃光的話 我應該是要到明年的今天 我都還在 我都未必吃得完 但是我相信我再吃就可能會中風 那有很多的網友都有三四個 就是提出了一個挺有趣的觀點 那他們就說 宋仔其實你這麼久沒有回香港 會不會可以試一下用一個 即是英國香港人這樣的身份 就是觀察和比較一下 其實來了英國這麼多年 幾年之後你才突然又回到香港 那個感受是如何呢 我相信現在香港移民了英國的朋友 跟我的觀點會開始越來越接近 因為現在不是一年兩年已經三年了 其實很多人是一早移民了 即是幾年前移民了之後 已經是沒有回來的 或者是一直都沒有那個機會 尤其是再加上疫情的關係 那現在剛剛又開回來之後 那很多東西 很多的習慣 很多的 即是 外面看到的東西 都跟之前是不同了的 是 而且我們這些 尤其是我們已經是很久沒有回來的 再加上之前來都是短暫逗留 不是說這麼長時間在這裡生活 你始終是會有不適應的地方 而且越來越有陌生的感覺 那就可以趁我在香港的時間 就花多少時間 就去跟大家說一下 我自己作為一個 已經離開了香港這麼久的人 回到來 觀察到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即是跟你在香港 住在香港的香港人的感覺 是有很大的分別 我舉些例子為例 譬如好像今天 我跟我朋友去吃飯 就去一間茶餐廳 我朋友就說要杯茶酒 我相信茶酒這個名字我都聽過 但香港人來說 一定是很不陌生 很普遍的東西 但對於我跟嬸太來說 有個疑問 酒是什麼呢 什麼是茶酒 是酒了些茶 還是茶會酒呢 想不明白 究竟茶酒是代表的 外賣茶 還是酒了些什麼呢 我相信大部份的觀眾 會笑我們兩個低能 我明白的 但因為我們真的 怎麼說呢 我就算我小時候的年代 其實我都很少去茶餐廳 因為茶餐廳的文化 在我的生活圈子裡面 不是那麼流行的 那時候 我簡直沒有 鬆太簡直沒有 所以對於我來說 什麼是茶酒呢 很大的疑問 原來茶酒是一些 不用加 不加砂糖 就用煉奶來代替的糖 就是茶酒 我完全不知道 又長知識了 譬如其他飲品 我跟嬸太停留在 凍嶺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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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才會有的 即是我是 都應該 吃了白牛 懷舊茶餐廳也會有的 但是 它有很多選擇 即是只是飲品 它有什麼 黑糖 不知道什麼 奶 奶 吧 是搞得我的腦很混亂 貌亂 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即是在英國 茶餐廳就是 凍咖啡 凍奶茶 凍嶺茶 沒有了 是三款的 你可以選熱的 我今天去茶餐廳看到凍嶺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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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不認識那件事,你不是未去過 但總是走到去的時候,你不記得那件事在左邊還是右邊 很奇怪的 你不知道大概那裡 我今天去一個地鐵站,我帶我兩個兒子去剪頭髮 因為那間剪頭髮店,我已經去了20年 我是十八九上在那裡剪,我結婚前那天都在那裡剪 那個剪頭髮師傅已經認識我全家 你想想,你一個人帶了我,帶了兩個兒子,然後你媽媽也剪過 對,整家人都去剪過 但是,我今天出地鐵的時候,我竟然走錯地鐵站 不是,走錯出口 走錯出口,對,走錯出口 那個地鐵站是我從讀小學開始 就在那裡剖的,我竟然走錯 然後走上去之後,我又想了一會兒 我到底要走哪一個方向才去到呢 竟然我記得他,他不記得 那一刻是很迷惘的,我心想了 我真的不是香港人 那一刻的感覺,就覺得自己好像腦退化 譬如我去銅鑼灣 走過每一間店鋪,我都在想 不知道那間店還在哪裏 不知道那間店還在哪裏 然後很多地方都變了 現在多了很多賣口罩的店鋪 以前是沒有的,疫情前是不存在的 現在周圍都是賣口罩的店鋪 你就覺得很有趣 日本也有的,但你也知道 口罩這件事遲早都生存不了 很快就會不再戴的 但那種感覺很奇特 那種感覺是,有很多店鋪很不熟悉 以前譬如吉之島 太古城吉之島 以前有一間Poker Café 我兩個兒子說要吃那些 你只叫吉之島就知道你不是合 那些新的 吉之島已經不是合 EON 可能很多觀眾說什麼吉之島 沒有了很多年了 我知道的,明白的 但裡面有一間叫Poker Café 我記得很多年前 都比較貴的,我不捨得去吃 但我兩個兒子說不知想吃 吃那個多士磚 然後有些東西 對,又想吃新的 我打算帶他去吃 不見了 接著說,吃個便宜的 麥當勞 下到最底的一層 打算去麥當勞 都沒有了 麥記也沒有了 結果是,我真的走了這麼久嗎 為何面目全非 你知道我當下的感覺是什麼嗎 麥記也搬了 我覺得自己好像入賊 坐了二十多年牢 出來 或者以前看TBB的電視劇 那些金山阿伯 他住了三十年 挖完金回來 回來北角東大街 哎呀,面目全非了 不見了 哎呀,那裏本來就是麥基宏吞麵 哎呀,現在就不知變了什麼了 還有呢,如果是說吃的話 香港也好過香港 這個沒得比較的 那到買東西方面呢 就是你在英國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買到 是吧 譬如我最近很喜歡喝梅子酒 那我在香港都見到很多 那在英國其實都可以買的 只不過是難一點點 沒得門子買 但是你要得到的東西其實都比較 選擇已經比以前多很多的 嗯 但是回到香港呢 你才發現什麼叫一山環又一山高 就是 比如說薯片 譬如很多人在英國呢 就會說 哎呀,我很掛念熱狼啊 很掛念食合味道啊 很掛念那些蝦條啊 那些 就是比較 比較香港的 譬如你說是維他檸檬茶 那樣 其實英國的賣 但是呢 譬如我今天去Eon 那我見到很多薯片的味道呢 是我從來沒見過的 就是 原來去到一個地步呢 就是你以為自己是有那些東西賣 但是你根本沒有發現到 其實那個世界已經是去了另外一個地方的 就是 它已經不是在賣那些東西 它在賣另外一些東西 那你就突然間覺得自己是甩掉了 就是 我對香港流行曲很熟 但是其實人家已經在聽韓文歌 那你就是完全脫掉了節奏 譬如好像今天 我和阿松太太買了 譬如這個熱狼 這個薯條版 我不要說吃 我是沒見過的 這個 英國是沒有的 還有什麼 很多很多款 譬如這個避風糖 味蝦條 我有見過 這個我見過 但是沒買過 那還有這個呢 這個是 這是什麼 那些大阪燒薯片 卡洛B的大阪燒薯片 這個也是我上次回來也沒有的 咦 你這個開了嗎 英國也沒見過 這個我已經即時忍不住開了 這個是 XO醬 XO醬薯片 我今天就試了 是你敢寄的那種味道 要不要點你 要不要點它 我已經看到了 原來它真的是你敢寄的 XO醬 是啊 大家可以試一下 隨便買一些 Ready Salted的那些 回去拿一瓶你敢的來點就可以了 又是 還有風味 另外還有什麼 這個 新的 鬼芝麻辣薯片 我那個名字覺得很過癮 你鬼知道它是麻辣薯片嗎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這個賣廣告 應該是挺新的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 原來現在香港賣日本的東西 是很多 是比我上次回來還要更加多 多到是 我覺得跟我上次去日本的EON 好像去了日本的EON 去日本的EON 是沒有分別的 譬如這些 明太紫味薯片 還有這個 特隆的神戶牛薯片 這個就是我上次去完日本的 超好吃 然後上次有那個 不是很捨得吃的 對 粉絲送了一包給我 不是很捨得吃的 就是這個 然後還有這些 這些 日本版的Pizza味薯片 還有這個 我們買了很多 日本章魚燒 這個是弟弟喜歡吃的 對 松仔仔仔喜歡吃的 這個 這個應該有的 Kimchi味 還有這個 又是另外一隻 特隆的 日本神戶薯片 是很多 譬如這個 韓國的Honey Butter薯片 以前有 這個很久了 Honey Butter果仁 那些 薯片好像沒有見過 那我發覺 已經到了另一個層次了 在買東西吃方面 所以 其實我覺得 現在香港的物價 純粹說 出街吃 我覺得是比英國便宜的 一定 如果你買東西回家煮 就會貴 買東西回家煮 那些東西就不便宜 譬如牛肉那些 沒有那麼大塊 沒有那麼紳士 那些 水果方面 我覺得差一點 香港的選擇多 是 但問題是 因為水果本身的質素 比如一個蘋果 一個橙來計 我覺得英國的質素 是比較好 嗯 但是你 如果外出吃 譬如你吃簡單的東西 譬如你去一間茶餐廳吃 那我今天 我八個人 吃晚飯 其實都是叫普通茶餐 是啊 那出來是四百五十塊 八個人 是 那在英國是沒可能的 連夜飲 一個雙倍都應該不止 最便宜的那間 都不止雙倍 是啊 但是雖然當然 你不能給香港的茶餐廳 和英國的香港茶餐廳 那個人工 各樣都不能給 一定 但是你如果 就算你說是吃英國的麥當勞 那你八個人吃 我想都不止四十五磅 現在我鏡頭後面 我是被一堆薯片圍住了 一座山這樣 現在 不吃著 但是我香港呢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大家來到英國 覺得 少了錢呢 嗯 就是你沒有那麼多選擇 就是你香港實在太多選擇 是 還有買東西的地方 是無處不在 真的你賺多多你都不夠 其實很多東西是不需要的 就是比如一些零食這樣 又或者是 街上買的飾物啊 衣服啊 鞋啊襪啊 各樣玩具啊 各樣玩具啊 你太過隨手可得 其實你是不太珍惜的 嗯 我覺得你在英國呢 你的選擇是少了 嗯 但是問題是 你不需要去買那麼多 無謂東西回家 其實是的 這個很重要 就是你鞋子有間百貨公司 你每樣東西都想要的 你買得多少才可以的 但是你英國就 生活比較簡單些 選擇少些的時間 你花錢的意欲是低很多的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今天有位朋友 就叫我去大埔那邊吃飯 去他家裡那裡 那我就 我說我怎麼去啊 他說呢 你乘地鐵去到大埔區那裡就可以了 我說我怎樣乘地鐵去大埔區啊 他說你這樣 你別那麼勾啊 你這個人 他說你呢 你乘地鐵去到金鐘 金鐘轉一程車 你就可以直接去到大埔區的 有什麼車啊 有東鐵線 東鐵線 他說本身東鐵線的轉車站 就不在金鐘的 好像是在紅磡的 據我所知 我也不肯定 但是呢 最近這幾年呢 就搬了去金鐘 所以很快就到了 這樣 我心目中只有三條線 我跟著問他 什麼是東鐵線啊 在我心目中呢 是只有 港島線 九龍線 和東沖線 還有 綠色那條 是啊 觀塘線 四條 有四條線 但是現在地圖已經複雜到 我是不知道是什麼 我覺得現在我看著倫敦 恩德華的地圖呢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今天有個朋友來找我們 他說在何文田 是啊 有個朋友 特地從何文田那裡 就搭車過來太古城這樣 那我打算去何文田可以 應該很久 一個多小時吧 是啊 誰知道我呢 我自己呢 就在銅鑼灣過去太古城 最後是他等我 因為他是快過我到 他說他住在元朗 但是在側如沖上班 但是他每天早上乘車呢 只需要三十五分鐘就可以到 他說他搭一條 特別快的巴士線 是不是瞬間轉 他說是快過開車 我看元朗可以三十五分鐘出去 側如沖 我真的很久還沒回來 我覺得自己 好了 我們在香港呢 就只是過了一天 那就已經很多很奇特的事 對我們來說非常奇特 那我們在 預下來的日子 如果遇到一些 我們認為奇怪的事情 那我們也要向大家分享 和匯報的 那香港的事情呢 先說到這裡 那我們暫時呢 就轉一轉 回到英國那邊 講一講英國的一些 事事和資訊 第一宗呢 就很厲害 這宗事情 這宗事情呢 就影響所有人 而且大家都其實不是太過願意做的 嗯 就是現在呢 英國有一個叫做 Leveling Up 的 Scheme 那那個 Leveling Up 的 Scheme呢 就是希望呢 將一些英國的一些比較舊一些的城市啊 市區啊 council啊 就令到他們是發展得更加快速啦 是 就有很多新的改變 那裡面的改變呢 其實很多都暫時仍然是很模糊的 不是很清楚的一些什麼 嗯 但是呢 今天呢 就有一個新的消息 就出來呢 就有一件事的改變呢 就是很細緻 很 Graphic 還有 很 Specific 是 但是這個改變呢 就是會令到 council 現在是強烈反對 嗯 不要說 council 所有的市民 我想大部分其實都真的會反對 是 我想想出來那個人呢 真是阻礙到一個地步呢 是 我想他是 走路可能是 是阻礙走的 很不明白 傾向左邊 那些要綠色和平才想得出這些東西 但是是沒有用的 可以跟大家說 為什麼沒有用呢 就是 現在大家知道 英國丟垃圾呢 已經是分三至四個垃圾桶 三個 一個就是 General Waste 一個就是 Garden Waste 一個就是 Recycle Bin 但是 Recycle 也都很講究 有些可以 Recycle 有些不可以 Recycle 你要熟讀它的本小賊子 知道哪樣可以丟得 哪樣不丟得 另外就是 Garden Waste 那現在還有很多 Council 因為不夠錢 是啊 不夠錢呢 他就要每次收 他要加你錢 就是你有 Garden 多 Garden Waste 那你就要給40磅 40磅一年 一年 多給40磅一年 你 Garden 全部是專的 那你就不用 Garden Waste 對吧 那你就省下了 是啊 是啊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要記住 schedule 今個星期就到 General Waste 下個星期就 Garden Waste 加這個 Recycle 再下個星期又變成 Garden Waste 加 General 總之就亂七八糟 現在 Leveling Up 不知道哪個粉腸 想出來呢 總共加到七個邊 七個 那我 數給你看看 有個圖 數給你看看 總統第一個就是 General Waste 就是黑色 然後一個藍色的就是乾紫皮 留意是乾紫皮 第三個紅色的就是膠樽 然後啡色的就是Mixed Recycle 即是等於現在我們普通 Recycle 然後還有一個綠色的就是玻璃 然後還有一個灰色的就是鐵 還有最後一個深綠色的就是Garden Waste 我想問我哪裏有這麼多這些垃圾 紅橙黃綠青藍紙 還有你怎樣分 我想什麼叫Mixed 深灰色和灰色 深綠色和淺綠色 我破解了 我破解到了 只用一個Mixed的就行 全部放進去 其他那些沒有用的 你推出來 那我有一個Mixed Recycle 那我繼續放進Mixed Recycle 我分什麼 分什麼 首先一個家裡 怎可以分到這麼多垃圾 跟哪裏有這麼多垃圾 首先我們不是日本人 那我不相信英國人可以 即刻 即刻 就變成對這個環保意識 是非常之強烈 即不是英國人不環保 但問題是 你要人 煞時三刻 懂得分七樣東西出來 很混亂 第二 哪裏找位置放七個垃圾桶 我想問 整個門口都是 這樣排出來 自排開成夢牆 一開門就啪 那我想問 我早上怎麼出車 今天我要倒四個垃圾桶 但倒垃圾真是難 松仔 你今天就要拿個啡色的 灰色的 黑色的 和橙色的出去 一次過拿幾個 還算好了 等一下她說一個禮拜一個 這樣就氣死你了 那七個禮拜才倒 Gentral Waste 你是不是玩東西啊 那我家裡 就變成了臨時垃圾站 根據counsel的官方消息 他說如果這個計劃真的實行的話 是會為counsel整體一年 要帶來450個million的額外支出 而且這個不是包括了全英國所有counsel 如果包括了所有counsel 那個錢是會去到680個million的 即是你幫他做多了事情 但是counsel的支出會再多了 即是我們給多了這個努力出去分類 買多幾個垃圾桶回來 然後下年counsel tax 因為這樣而要再加 好了 還未算你買那個邊的錢 還未算他要調動更加多人手去做分類 這一批人就專門收啡膠樽 那批人就專門收Garden Waste 多些車 是的 多些車隊 還有一個schedule 還有他要出宣傳單 去教育你們怎樣去做這件事 是完全浪費人力物力 還有 最後最大的問題就是 跟剛才松太說的exactly一樣 我放下去那個mix recycle就可以了 我做甚麼要分其他 我根本就沒有那麼多 即是我索性連mix recycle都沒有 我都丟在general waste裡 是的 那你反正 你都是七個星期才收一鍋的話 我覺得這個努力是大到 我寧願自己開車去垃圾站扔 我都不要這樣分屋 要扔 要扔 7個垃圾桶 我當你放在carriage那裏 你不用泊車的了 我的carriage做甚麼 擺垃圾桶 擺垃圾桶 我更慘 我平時幫那些客人 做完律師那些之後去收樓的 那要檢查有沒有那些垃圾桶在那裏 那第二天就糟了 要數吧 現在才三個 三個都有時不見到一兩個 第二天有七個 還要記得那些顏色 還要記得哪個顏色 還有每個counsel不同顏色 不是你甚麼黃女冠啡膠樽 到處不同款 我家現在是一個紅色 一個綠色 再加一個黑色 我以前的家裡 就是一個啡色 一個綠色 一個黑色 就是大家是不同的 不同顏色裝不同的東西 我們去到幾個confused 你怎樣看 如果當我去分類那些垃圾 更難過我考試溫書的時間 你就不會有人做這件事 還有呢 倒垃圾的人經常strike 罷工 對 經常都罷工 那如果七個垃圾桶 七對不同的人 七個星期都不倒垃圾 各自不同時間罷工 那你怎樣玩呢 還有 逢是過時過節 例如聖誕那些 有延遲的 有延遲的嘛 今個禮拜先收這個 那個下個禮拜先收這個 那個下個禮拜先收這個 哇大哥你怎樣記 你不可能知道 我想出來那個人都低B 我覺得完全是 現在呢 政府說下個月 四月中就會公佈這件事 我就看一下 我儘管看一下他 打算怎樣玩的 那第二單新聞呢 哇 這個是一個 我聽下去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慘痛的新聞 嗯 雖然很多人呢 可能當作是一個笑話 但是呢 如果你是真的那個 那個受害者 你會覺得 真是生不如死 簡直是 那是什麼事呢 這件事應該都發生了一兩年了 最近才有新聞報道 那就是呢 有一個十九二十歲的 英國女大學生的一個女生 嗯 那她就連續呢 有五個禮拜 她都有買到這個Euromillions 是 而她這五個禮拜呢 用同一個號碼買 還有呢 用電話的apps呢 就是 定期每個禮拜總之都是買那個號碼的 你幫我去搞吧 那她有一個禮拜呢 她就終於中了 她中了Euromillions的頭獎 是等於呢 一百八十二個Million的 就是 說的是 大概十七八億港幣 正啊 有什麼這麼恐怖 十七八億港幣 最慘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她那個中獎 那一次買的彩票 嗯 其實她是不夠錢買的 她的戶口裡面 是沒有那個錢在那裡 就是沒有買到 是不夠 是不夠去買 是啊 她真的沒有買到那個彩票 但是呢 她的系統因為她是 自動去幫她買 就出現了一個ERROR 就告訴她 就是她以為自己買了 她以為自己中了 哇 中了十八億港幣 等到一張牆都不行啊 然後才發現自己原來是空歡喜 哇 十八億啊 一百八十幾個Million 哇這個故事 我想那個傷痛要多少年才可以磨滅到 不可能啊 磨滅不到啊 還有你覺得自己的運氣呢 在那一刻已經是 叫不叫用了啊 叫不叫用了啊 嗯 你要同樣再中多一次 難度有多高 Near Mist 是沒有可能的了 之後都 即是你近乎零 再中一次的機會 另外呢 昨天呢 很多人都問我 我那輛車呢 不是出了意外的 嗯哼 那為什麼會 你五顆螺絲一起鬆了呢 她覺得 很離奇啊 是真的很離奇 但是我原來是有兩個朋友呢 都在近的五至十年裏面 是曾經試過 那輪整個掉出來的情況 是 那我相信我的車為什麼會掉輪呢 有幾個可能性 嗯 第一呢就是我去年 是在街路邊那裏換輪 爆了一次輪 爆了一次輪 那她就用人手扭 扭實個輪 正稱是我們說的這個輪 是的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扭不實 而令到一年之後出現這個問題 嗯 就是鬆了 然後震一下震一下 就震鬆了其他螺絲 第二呢就是 可能是我們拆過去出來 看這個壁碟 嗯 但是呢 鬆了螺絲 但又沒有拔到那個輪子出來 那時候 又忘記了扭實 那這個我覺得 是最大的可能性 是 另外我朋友問 會不會有人想謀財害命呢 那我想應該就沒有的 希望沒有 是啊 咦原來可以脫掉別人的螺絲 那開一開一開 那就很麻煩了 那大家千萬不要啊 OK 你千萬不要找我報仇 車如果震就是這樣 是啊 車如果震的話 就有這個可能性 那很多人都說 其實應該要放很多工具 在車上 其實我是有的 我是有那些工具 只不過當時我是沒有放在車上的原因 因為我的車剛剛才做完可以要做的事情 想著就沒事就可以走得出去 是 那結果呢 原來都是有很多不安全的 那所以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大家其實真的要放在車上 譬如 是這個過光龍 是 還有這個rechargeable 那些 battery 那些大的 那些叫什麼 充電 就是踏車寶那些 是 那你可以兩樣都有 因為一 你如果有踏車寶那些 那些 你就自己可以踏上一輛車 嗯 那如果你那一輛東西都不行的 那你起碼街上有車走過的 你可以 也可以借借電 對 你可以借借電 哦 搭完他自己那一輛都會掛的 他就這樣說 那我自己沒試過 是 那另外很多人駕駛電車 電車就 我不太知道怎麼搭 那另外有一些電池也都不在前面 在後面 要找去也都比較麻煩一些 嗯 那所以我兩樣兩手準備就比較妥當一些 另外就是 要有一支磅尺 那支磅尺就是mixur 你的那些車子 如果真的有事的話 你可以用它來 用它來扭緊 是 還有要有一個跡 跡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你有什麼事上來 其實可能都要跡高架車看一看 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才有補救的措施 否則你連找它的原因 你都未必找到 那我遲幾天有機會的話 都可能會開一集 就跟大家講解 你車上面 我認為有什麼的 basic 的工具 是應該要長期放在那裡的 那因為工具 其實你放太多的話 是很麻煩的 而且它很重的 那你車你要放其他東西的時候 就在那裡聊一聊 在那裡廊來廊去 對 你的鋪大就好 那你的鋪小的話 那你要省位的話 你其實就不能放太多東西 但我覺得有些 basic 的東西 是應該有準備在那裡 是會令到你行車的時間 是會安全很多的 好了 那今集的時間呢 去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是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個鐘仔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了 明天再和大家見 拜拜